七寻老妇,提起长子却气愤不已 父子间矛盾升级,无法交流,不断冲突 破碎的家庭能否修复 老人的心愿能否实现 江家父母育有两个儿子 平日里父子子孝,一家人和睦相处,关系甚好 但两位老人怎么也想不到 原本孝顺的大儿子竟突然间不再与父母来往 甚至连电话都不打了 父母对自己的依赖,大儿子显然十分清楚 那么他为何要如此决绝地对待父母呢 眼看着一家人矛盾健身 甚至到了要亲戚帮忙从中调解的地步 直接给他表哥拒绝了 拒绝了是什么呀 你管不了我们家事,不用你管 您今年已经70多了 虽然看不太出来 然后是也说身体有过一些小病 脑梗 刚也问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好像跟您都不怎么来往了 是吧 连看都不来看了 这两回加起来都有十年了 这一共人生才多少年呀 就有十年没来看爸妈 这为什么这么什么仇啊 这个怎么亲爹妈都十年当中也不来看望 也不来怎么 没什么二十年 有多大月交多少十年了 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 就是对对对 去年五一我给他滚汤 吃饭来的 因为房 因为房 那这得是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事了吧 04年拆迁 04年拆迁 那时候拆的是谁的房子 那个房子是单位给分的 是这样吗 还是自己盖的 自己盖的 单位拼的 房子是有的 是单位分的 只是我没有加盖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我俩插队 他在大学插队 他就回来 所以您说明白 单位先分了一个房子 分了个 不分的 就是我盖 我知道他肯定有个房子 你才能盖呀 不能分块地给您吧 那分 我 那里有人就这 这什么业的 我爷爷的 单位的房子 那个房子什么性质盖完之后 有办手续吗 没有 没办手续 没办手续 那起码得有个 比如说批给您的一个提示 或者说一个成都权的 一个成都人 对 头上有地儿 有盖 没有任何手续证件 对 没有 但是这个盖房 还要自己盖吗 自己出钱吗 自己出钱 他你有 房你说 这一块地方 开开的时候 给你分了房 说你不够 不够入呢 你可以什么呀 自己扩建一点 是吧 反正都是在单位院里 对对对对 单位批准了 就能盖 对对对 盖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后来怎么样了 给我拆迁 不拆迁吗 就是这个房子拆迁了 都拆迁 拆迁以后分了些什么东西 就给钱了 就给钱了 给多少钱呀 一共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一百一十多万 所以那一块地 全都被拆了之后 给您家一共补了 一百一十多万 一百二十七万 一百二十七万 给了我五十四万 给我叔叔 五十四万多 我姑姑拿了十八万多 根据江家父母的讲述 我们得知 早年间江家爷爷 在陶然亭 有一套老房 已于2004年拆迁 而正是这次拆迁 引发的后续事件 使得江家大儿子 对父母有了意见 一百一十多万 好像这个钱 是怎么处着呢 就给你家人 什么事没有 你说那时候 大儿子跟你还不错 是吧 那会一百一十多万 你怎么分的 你还没说 一百多万那是 一家八口人 三家八 八口人 哪八口人 我弟弟 我妹妹 我姐姐 都在一块住 都在一块 那会刚拆迁完了以后 我怎么听说 他大儿子拿了五十多万 是从家大的 那五十五万 这一百一十万里面 拿走了五十多万 那一共一家八口人 包括您 包括其他 还有您弟弟什么的 他大弟也没有 那人没有 他大弟不干 他打官了 还打官司 是谁跟谁打官司 他大弟也跟他们打官司 跟我们打官司 所以弟弟一家 跟咱一家 跟他 打官司 后一会 后一会 三夫发院判了 三家人 还有谁家人 还有我老叔 等于是您父亲的 三兄弟之间 打官司 就这个房子 当时打官司 是谁起的诉 我起的诉 我和我叔叔起的诉 您跟您叔叔起的诉 他把这个 别说 他把这个房子 过后给我三姑了嘛 他那儿起来 他我不知道怎么 他你告我去 那我去告吧 根据江家父母讲述 大儿子曾经起诉父亲 并不是因为 父子间有矛盾 可以说 这个诉讼 完全是为了确定 各家拆迁份额 才发起的 最终也得到了 法院的判决 后来咱家分了多少钱 等等分了五十万 怎么分呢 所以咱们一个家庭 分了五十万 给他十七万户 交易上二十多万 他给我十七万户 前两天上边找我 三女子 我再给我十七万 他跟我说 让我去 唐人厅那个房子 去争议 争来有点数 我没争不来 睡马路他管不了 但这是他别话 真的 这我不瞎说 给您十七万户 然后给他二十 二十一万户 不对 您不说一共 我听说他拿了五十多万呢 咱们家五十多万 这五十多万就包括 有他十七万户 有他二十一万户 有他大叔 是十多万 七万户 十多万吗 七万户 七万户 给他十万户 都比较明白 不管是书啊 还是小书大书什么的 咱家一共就判了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等于是他拿走了二十多万 还有十七多万 是这么拿的吗 实际情况处理 是这么处理的 没拿十七万还可以拿 老父亲把那十七万 也给他了 没给 他不给 我都没钱 他都不够我 都没摸着 没见到 他说了 他说了 这钱别在我手 他说一分钱就不会拿 所以名义上给您了十七万 但其实根本就没 没人过手 都被大儿子拿走了 根据法院判决 江家父亲应该得到 十七万五千元 但据父亲讲 这笔钱 大儿子却迟迟没有交给自己 我怎么去这房子呢 就是我妈我爸跟我说 那我们也搬到法头去了 那一间办房 搬到法头去 然后跟我说 你要结婚了 那你就去堂尔宁住 那边的房 你要能挣下来呢 最好你又有丁住了 你要挣不下来呢 你睡马路没有办法 打断您一下 听着 打断您一下 我们需要理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 父母已经搬去了 法头他自己那个房子住 没在那个爷爷名下 没有 那个时候已经被叔叔们 应该算是在管制状状态下了 对 然后呢 跟我说 你弟弟呢 就在我这房子里了 就跟着一块走了 这房子以后就是菜的了 总之很混乱这个状态 对 家人那么多人 我一直在交着房费 我跟那一页公司的人说 这么着吧 这房费是一直在我们家在交 我爸是一页公司的 我希望把这个房主换成我爸 可以啊 就换成我爸了 是您办的这个事 就我爸在这儿 8月1号呢 赶拆迁了 然后呢 说这也不不好 就随着是你爸的猜猜 你叔叔啊 还有你都在这儿住的 这不好闹 嗯 这个 以后再说成嘛 但是房费也是我爸的名字了 嗯 哪有房费 成 房条 就是姜 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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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条 我打断您一下 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其实父母那个时候带着小弟 一直住在那个罚头那边 住得好好的 这边的一个战场 一锅乱 一锅粥一锅周一样 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的官司 都是你在替父母在出头 在把这个事情 不是非替他出头 那是我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 因为父母说过这话 您能贴下来就是您的 对 直接说那个官司吧 然后就去朝理法院 被关了 换完以后 谁说你能赢 所以第一回是咱们胜诉了 是吧 你以为是我上诉了 我起的诉 我那向我去起诉 向我说这钱已经下播了给你们 你三公是那个丰台的人 你也上丰台找一下 我今天还不错 到丰台了 然后按实际居住 后来判下来了 判听多少钱 我的数学就是按实际居住的人 给我钱 我我媳妇我们家孩子 三个人127万多 平均一人十万八万多 五十四万多 这是我们的钱 你拿到了五十多万 跟他没有关系 他你的书是这么写的吗 他你的书是这么写的 他你的书就是这么写的 就这么写的 对 三位一家三口 对 按我们家一家三口 七个人 我们家这个特别小 七个在有户的 和七个实际居住的 按实际居住给我们 我明白了 江家大儿子表示 在第一次判决中 自家应得55万元 这是按照三个实际居住人口 确定的 这笔钱和父亲并无关联 而父亲提到的17万5000元 实际上是二审判决的结果 所以从那个时候 矛盾就开始了是吗 那点没开始 这还没矛盾呢 钱都没给您经过手 那点还没开始 那会儿那会儿就 就是说你之前 我们有房 不需要房 我还得需要房 我知道我不跟他争 所以那会儿也没跟他争 不跟他争 他拿走就拿走吧 是吧 买房 买了罚头的房 他买了罚头的房 买的那个 我买的 他干我那中介那个电话话 我跟电话话 跟那个 您买的还是他买的 后来买了罚头的房 我跟他中介说的 我说你19 我就叫19万5 那个19万5 是谁掏的呀 叫那个55万呢 法院的二审判决中写明 55万元中 有江家大儿子22万元 有父亲15万元 这笔钱大儿子 确实没有给父亲 但后来 在家中购买罚头的房子时 大儿子却似乎出了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没把钱 给老父亲那笔钱里面套的 但不是从您另外又去 没有 但是从他那笔钱里面 买了一个罚头的房子 买了几处房子呀 买了三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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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间 然后给你们住了吗 给他分了两户嘛 有江医生一间半 他说我爸我妈和弟弟 他们住一块很方便 我说我爸我妈事儿大 说该弄人了 我买近了点 然后给他这三间 然后给他一间半 他还不乐意给他过着 今天我都说了 你那钱应该给你弟 应该半皮 我说你看啊 我给你买了一间半房 然后在家里的房子 干嘛要拆迁了 你们两个家 两处合一处 能够买房子 我说的还有点钱 然后等我拆迁 然后加我那天 我也能买一处房 都能够住了 14年又拆迁了吗 拆了 这个房子拆迁 后来怎么处置的 这个房子拆迁 男友拆迁 他不跟他爸有什么 给了一个三居实 一两居实 一个一居实 当时分的三套 是一套一局 一二两局 一个三局 对对对 那个三居实是他开口 那个两套房子 就是爷爷有钱吗 这个现在是谁住的 那那一居呢 那一居呢 那一居吧 换钱了是吧 罚头这一间半房子 分出了几个房子 这一间半分出两户 一间半分出两户 给个一居 给个两居 这一居和两居 怎么处置的呀 那一居没要 一居没要 要九十几万 是给谁了呀 是还给开发商了 还是什么的 开发商给九十几万 等于只要了一个两居实 要一点 两居实现在目前 是怎么个居住状况啊 就往两居 您二老住 嗯 然后也没拿钱了 等于钱没要 没要钱 那没要的 那一居水的钱给谁了呀 给大儿子了 大儿子说 赶你钱 分下药 拿盆头帮忙打脑 等于给给给 他要八十万 没给的 他有时候要七万 他是跟谁去要七十 跟开发商 还是跟谁要 跟我们 跟我们要 跟咱们要六七十万 由头在哪啊 为什么呀 他说他赶你钱 他脾气的值得钱还 因为那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必须要换他 我听说好像还有 这些钱 我给你钱 我给你钱 因为我给你钱 江家父母认为 购买罚头的三间平房时 大儿子出资相当于履行 二审判决中 父亲应得的十五万元 因此罚头的拆迁利益 与大儿子无关 对父母的这个说法 大儿子是什么看法 刚才您父亲说 您母亲也说 罚头那个一共三间房 对 那是我买的 说是您出钱买的 对 但是他们认为那个钱啊 就是有他那个份儿 咱们一会再说 我给你讲 等会儿 所以他说您出钱买了那个房子之后 把房本分成了两个房本 是这样吗 是啊 我爸一个 我一个我的 上面写的是一间半的房本吗 是啊 产权房 产权房一共三间啊 一共三间 他们一间半我一间半啊 一共两个房本 对啊 然后房本名字一个是您 一个是父亲 对啊 有小弟的名字吗 没有 没有 我们那个房本没有他的名字 刚才是 我在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明显里边就写的是一间半的房子 对啊 经过这拆迁了嘛 经过拆迁了 我们呢就是说 我们分了一个三居 他们呢就是把老二 他们三口那户口都挪到这个 我们给他们买的那套房里了 分了他们呢相当于分了一个小两户 小两户就是一个两居 一个一居 两居呢老头老太太去住了 一居呢就变现了 变成钱了 因为呢我们那个 还账去了 这个这个账还没有还 因为他冻结了账户呢 本来是说实话 这一居是99万嘛 本来说说好了 就投差一件之前 协议好了都是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就是拆拆完了 搬了家了 编挂了 说70 老头老太太说不给我们99万了 给70 谁给的 那是99万 他也要搬了 对啊 这不就后来 但行说了 给70万 他们一个人 后来这个账怎么走的 这个账就是说 一刚开始达成协议 说给我们99万 这一句就给我们 好 后来呢就是已经搬家了 我没有无可奈何了 他们就变挂了 你发现你已经搬了 账户已经打了他们钱 从70多万变成一分不给了 我刚才听说了 对对 后来也是他说说 刚才他不是拍脑袋吧 也是这也给他急了 是有点着急啊 这90万你说 一下子不给了 什么意思 对啊 这不就后来又拍脑袋 说实话也吵架了 就给他说达成协议用 70万 这70万就下来呢 就是等于这99万了 给了老头和那个 我们家的小叔子了 给老二了 等于全给他们了 这30万 因为下来99万 下来就算了一个100吧 他100给我们70 那个是29万 9万多 好像就差几块钱吧 就是凑整了 他们一个人 一个15 一个14 老头15吧 老二应该是14 就这么着 我们这70万 连带那个就是还款 带装修 现在也没有了 装修说实话 我们连装修再买家去 所以把他们判决书上 应该是你们给他支付 那十多万 其实他自己就扣了 对对对 说了这30万给他15万 他又给了老二那个什么的 还有20万 对 也给他们了 这个就是他们老觉得抹灭我们的一天 孝心 江家大儿子表示 不管怎么说 罚头的三间平房都是自己出自购买 他是出于对家庭的照顾 才分给父母及弟弟一间半的 可父母却似乎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大儿子也为此感到失望 我先那个问清楚 在罚头有个三间房 还有一个他们现在目前住的那个 就是弟弟住那个房子 嗯 这俩房子都是咱们那个钱买的吗 不是 不是 这三间是我们 三间是咱们买的 那个那个 现在老太太的房是 他自己公司 他们一定要弄的 好 所以说这个拆迁你们的利益 也都是从三间房获得来的 对对对 是吧 好 大概已经明白了 那我就有一点不明白 因为这个罚头三间房都拆迁了 按您所说呢 分成两个房本了 甭管它是什么权利 它毕竟是两个本 祝总发的 那拆迁的时候应该对两个房主啊 对是对的 那你们那钱是怎么跑到他们那去的 我们没有 我们自己拿走了 买房子买了三千十 那你们一直在说有一个 九十九万还是七十多万 那是三个 那是三个房门了 没有 就是 我弟弟和我爸分户了 然后我爸拿到一个两居室 我弟弟拿到一个一居室 明白了 那这个三二一怎么分配的 三居室是我的 三居室是你的 然后两居室是我爸的 那一居室是我弟弟的 这么着 然后呢 你看那个一居室 当时商量好这一居室来 去还账 把你便宜献成钱 明白了 实际上不是说当时人家拆迁办 都认为这钱应该是你的 而你们家开过会 对对对 说好过这事 签过东西吗 没有 没有 从罚头拆迁的结果来看 江家大儿子 似乎得到的利益最多 对当初家庭内部的分配 他为何依然不满 难道当时双方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吗 我们的理解啊 看对不对啊 就是其实是一种理解的偏差 咱们理解 这个那三间房 罚头三间房的起因 就是我们当年去跟叔叔被啊 去跟爷爷那边去争 去斗 拿回来的钱 那是去产生的一个东西 所以是我们奋斗所成 那么目前产生了效益 他有拆迁了 他有钱了 那么这个效益应该也追溯到他们的努力 所得的成果 所以他们会认为 这个罚头三间房所拆迁的效益 也应该归功于我们当年 去跟叔叔们 去跟爷爷那些房子 去斗争获得的权益 所以他们会认为 咱们这么说起来 其实都应该是我们奋斗来的东西 但是父亲可能想法不是这样 对对对 父亲想他分段说 罚头房子那一间半你给我了 那就是我的了 你别再给我提以前的 那就是我的了 他拆迁完了以后 分了个两句式分了个一句式 那也是我的了 你再说找我要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父亲可能节点 跟你们的节点不一样 对 是这意思吧 当时呢 他那个七十万 九十元 他不想给我了 那我要起诉他 就认为是他自己的了呗 对 我当时是想起诉他了 我认为他是没有 不断得地位 因为我还不开始这样的 后来这不心想解决了吗 这也计成事实了 反正啊 现在你不是描述到这儿了吗 我们也听明白了 然后你心里其实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心里想的也很清楚 说这个房子已经过去时了 对对对 咱不再追究了 对对对 那就挺好 通过询问 江家两次拆迁的情况被逐渐理清 调解嘉宾也指出 其实父子间一直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 但随着时间流逝 继承的事实也渐渐被一家人接受 却不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目前您住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回事 豆个庄那样 豆个庄 对 这会有半间房的存在吗 没有 没有了 对两居室吧 您看见过房本吧 没房本 没房本现在有什么 不是有房本了吗 没有 他说伟良建筑没有房本 您现在住这个房子也没房本 没房本 六号院四号院都没有 都没有 那我怎么听说还涉及到后来一个落户的问题 就是 他媳妇想来落户 对他也落户落的 罚头的房子 不是目前住这房子 罚头的房子不是拆了吗 没有 原来江家大儿媳的户口之前不在北京 现在符合落户条件 想到母亲名下的位于罚头的另一处房子落户 这件事令原本就有裂痕的家庭关系 再一次达到冰点 这也是大儿子不再与父母来往的主要原因 然后现在您住在那是吧 对 还想把户口签去那 他也签在那 刚才您说这个新的豆柯庄两处房子 他住那个 您住这个都没有房本 没有房本 所以落不了户 对 在这个房子有房本吗 没有 也没有 所以需要弟弟来配合一下 或者您三位来配合一下 对对对 让他爱人户口落到那边去 他落我的 那房本是我的 那房本是您的 等于落您的那个房子里 您不同意 您不同意 不是不同意 一开始他说 对他媳妇说要弄斩助战了 要房本 要户口 那现在为什么不同意了 为什么骗老子 为什么不同意 怎么办 他以前不是北京户口 他现在是河北 河北 然后因为结婚时间长可以落北京了 对 他高岁也要落 那天还拿着本 拿着河北 我说那什么 这么一件公司要报销 要要房本 要河北 这么一天不改 我就这么说 他追我了 追我了 他拿着那本 那河北 就上客户口 落了吗后来 要上户口 没落上 没落上 电脑换 电脑换 没落上 我听说好像当时您二老好像还同意了 是这个 我同意 我说让他上吧 据了解 母亲民下的这套房屋 目前是江家小儿子一家居住 如果大嫂的户口进来 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吗 为何父母开始同意 最终又改变了想法呢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只想你来看看我 他不追究了 他不追究了 现在我主要是我媳妇的户口 不是说像你们刚才所说的 无所谓 因为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他要交保险 他来了以后呢 国家可以给人上五月保险 我们可没说 我们可没说无所谓 刚才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们 理解你媳妇签户口进来的重要性 听懂了没有 听懂听懂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 不是说无所谓 他之前有跟您就是就这个户口这方面 跟您讨论过吗 就是直接就拿走了防保和户口 我们要到板中站 他不会轰 他不会轰 也不会户口玩 说家网 一见也保育 就要防白 这个大嫂的户口还是挺急迫的 觉得满足了条件之后 就最快的速度能落户是最好 对 那现在大嫂您 我觉得您的表达还是算是清晰啊 那您在家里头有没有积极的像公婆 就说多多拉近关系啊 多多拉近关系的 我的父母比走的比较早 他的父母也是他的父母 我也有一份小心 也应该尽孝对不对 我们家婆婆是03年吧 在天南医院住院 我们住桃山亭的时候 我四点都给她排队关号 当时她住院的时候 人家那个就是 他们一个病房里的人都说 这是你闺女吗 她说不是这样偶尔媳妇 当时我因为我 但她上班比较近 我说每天都要去一趟 大嫂您提到的这些是 曾经对婆婆的付出 对吧 但是有一个现实情况就是 好几年都没有去看过 可以不是 我说我说一遍 我说 我好几年我不理他们了 我媳妇跟我说 你去看看吧 这谁要是双二这不是人啊 然后我这么着才去看 我姨掌握我 他说你跟你爸聊聊 不聊没得聊 后来我姨说你跟我去吧 我去了 我爸一看见我 倒是挺高兴的 然后他越高兴 我越生气你知道吧 我就回来了 然后他后来说 你去看吧 看也少一眼了 还能活多少时间 对 我这么着我才去的 后来又发生这事 我就不爱理他们 又不爱理了 对 其实大哥我觉得 你应该 他突然骂我你知道吗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 其实你现在 你现在住的几套房啊大哥 一套 一套房啊 是不是 我觉得你 这套房 不管怎么说 是因为受到的是父母的恩责 如果没有父母 凭你自己可能住不上这套房 就是毕竟是老尖下来的 对吧 是 是是是 对 所以我们 我们是不是 但是我 对 对 没事 没关系 慢慢说 其实我们 如果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 你就会觉得 我觉得我活的挺好的 这么多人对我好 我能看到很多 让我觉得很暖心的事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 我觉得你害我 我也觉得你害我 我觉得你对我不好 对不起我 那这样呢 你把自己当一个受害者 你就没法快乐的生活 江家大儿子表示 爱人的户口问题 急待解决 父母却不顾自己从前的贡献 一口拒绝 这令自己感到气愤 对他的情绪 调解嘉宾表示理解 但也希望大儿子 要从根本上思考问题 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经常去看望父母 第一场沟通 就是跟家里老父亲 老母亲沟通 可能你们也能发现 就是我本人会很费力 跟他们进行交流 就是问一些问题 他们不太能明白 有时候大飞作文 我认为他们 绝不是说要隐瞒什么 郭祖悠而言他 前半场沟通的时候 跟老父亲 老母亲的那个交谈 挺费力的 其实我问了很多问题 他们都听不明白 他们的回答 我也听不明白 所以听起来很 很难受很费劲啊 但是有时候会隐瞒 我一个思考 就是什么呢 我们是代表了年轻的一群人 他们代表老父亲的那帮人 会不会他的大儿子那一方 跟我们其实很像 沟通起来会这么费劲 老父亲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他回答什么 我也听不太明白 所以这也许就是一种 年代的一种鸿沟 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一个假设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江家积攒多年的矛盾 能不能顺利化解 父母的心愿 两代人的隔阂 甚至于大嫂的户口问题 都能不能一一解决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只想你来看看我 儿子不来 孙女替父亲看望爷爷奶奶 引得奶奶落泪 提及父母 提及父母 大儿子依然心怀不满 这怨气又是从何而起呢 追根溯源 儿子多年耿耿于怀的结症 究竟是什么 大儿媳的户口是不是关键节点 我说我的户口该过来了 完了就因为这个 他不给我上 不给我上 那我说 让我上到我大哥上去 江家的冷战局面能否结束 他爸就是说实话 就是那种 什么人呢 不说话不马尖 一说话就马尖的那种人 特别粗 满是伤痕的亲情 又能否修复 听你这个意思感觉就是 父母就应当应份 去给他上这个户口 你是这么理解吗 父母不私耳里不像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怎么行吗 没关系 我只是问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还没评价你 我还没评价你 我帮你评价 你激动什么 没事 说说我们家公共婆婆 指望我们伺候她们 说说指望我们养活她们 东西给老二 就这么想法 这就是说我不跟你说 我作为儿媳妇 我做的良心过得去 可以邻居街坊都可以知道 她在天台医院我怎么伺候她的 这个邻居怎么说的 说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不给她钱花 你给谁花 那是说就是说 没有这个孙子之前做的 有了孙子之后 我们俩那个公共是大的 他一本钱没有上 这个上保险 孙子出生的一个月五千 按您所刚才说的这些 我们也确实都认可 我相信其他几位专家也都认可 这个就叫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 有这么一条规定 说子女必须要孝敬 年老的父母 赡养父母 而且子女的配偶 要履行协助的义务 您所做的这些 在法律上就归于这一条 您做的非常好 但是 但是法律上同样一步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还有一段话 是这么说的 子女在父母年老 年老的时候 必须要从生活上照料 经济上供养 精神上慰藉 律师提醒 子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时 不能以任何理由为条件 对此 江家大儿子情绪有些激动 而大儿媳此时表示 自己为公婆也付出很多 可在自己面临的落户问题上 家人却表现冷漠 这是最令自己心寒的 我听说好像当时您二老 好像还同意了 是这个 我同意 好像这个带小儿子 有点反应过来什么事了 又不同意了 我问父母 问我 父母蒙您呢 这啥呀 你想吧 你快 他说把那个什么 那个我的什么 父母把它和那什么 放宽认证 拿过去 说是 说说是 公司要 你知道吗 那我说那给吧 没想到呢 他拿这个就给老大了 他不是要把他媳妇的户口 落到老母亲名下的房产吗 对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蒙你 因为像我这个 他的房门就是房门 我母的房门在我手里 为什么在你手里 为什么在你手里 他都给我要回来 谁要走了 你干嘛要走 你为什么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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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个 就是我们孩子 和你什么呀 上学了 都都用 你们孩子方便 对 那老两位 我问一下 这个房产证 搁他们那儿 你们愿意吗 跟着个人 我也用 那小儿子给你解释完了以后 目前你还同意他们落户吗 要这儿 不同意 江家小弟表示 自己不同意大嫂落户的主要原因 是出于对大哥的不信任 而且 母亲名下这套房产 现在又面临拆迁 如果有户口迁入 可能会对拆迁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在反复考虑后 父母才不同意大儿媳落户 所以二老爷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是 目前想让他写个保证书一样的东西 是吧 有见证 有个见证 写个东西 写个东西 让他跟他伤 不让他自己伤 他不伤 我太不理了 你不理你怎么弄 他就活着 没谈拢这个事 是吧 他没谈 他是这样 就是我知道这个政策 这应该是配偶 是北京市的居民 对吧 然后你跟北京市居民结婚 对 女方应该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这个年龄条件 我记不很确切啊 40岁还是45岁以上 同时满足多少年在京生活 对吧 嗯 那这个呢就是 具备条件之后 他往里签 他得有地接收 也就是说 他得有北京市的这个房产 往里落才行 就签完户了 多大岁数了 他应该是40 因为到岁数 这个 这个涉及到他以后啊 在京的这个社保啊 缴纳呀 包括说未来养老的问题 你知道吧 对 因为他缴纳社保 他也有一个年限要求 对 人家跟他说 对于大儿媳面临的落户问题 调解嘉宾向江家父母 进行了一番解释 但这个问题 是否就是江家矛盾的结症所在呢 对于爱人的户口问题 以及父母的善养问题 江家大儿子又有什么想法呢 老大我问一句啊 说到这儿 能帮你们解决问题吗 知道吗 如果我们真的能 我挺谢谢你们啊 没关系 慢慢来啊 你再待会咱们一起努力 如果说我们能够帮你们二位 把这户口 让他们配合你们 但是人家有担心 刚才你们听见了 听见了 你们什么想法 这听我说完 一个是对这个事 人家的担心 你们怎么给人家吃定心玩 第二来讲 该怎么孝敬父母 刚才标准我说了 没问题 你们准备怎么做 把这两个事说一下 就是不是就是诉求 实际就是诉求 我们不过去看他们 实际就是这问题 他缺钱吧 他真不缺钱 我也知道老人呢 就是说孙子大了 身体不太好 比较孤单 都希望呢 这个儿女呢 都去跟前 哪怕是说的话 坐一会儿 陪他们看会电视 对不对啊 这个我做到了 是他们拒织门外了 就是说这个户口吧 我跟他们表姑说了 我说呢 您呢可以做个证 我们写了一个东西 也可以公证 都没关系啊 因为哥儿俩 也不可能他有房租 老是没房租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啊 大家就是凭良心去做事 我说呢 就是比如说那边拆迁 房的面积 我们一分不一样 如果这样的爱户口 咱们就想出一个国家的政策 您说呢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早我跟您证明说啊 人家现在这个房子 可以根本就不配合您 办这个户口迁入 他也不这样 所以呢 我认为啊 咱们不说任何亲情的情况下 人家可能 您再提任何的要求 人家都可能会拒绝您 他随便吧 只能这样 他要说我没有户口 我也活得挺好 我也只能这么说 我的房子只不说 可能是过四五年 五六年 我估计我头六十 应该能 房子应该有吧 我只能这么说 江家大儿媳表示 他之所以生气 完全是因为父母偏心 但他也表示 如果自己的户口问题能解决 自己也会继续照顾老人 调解至此 大儿子一方的诉求 已经表述清楚 那么江家父母以及小儿子 又有什么诉求呢 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是之 只想你来看看我下集 来那个老两位啊 我试着帮您二位总结一下您今天来的想法 这也是您刚才自己表述的啊 我只是提炼一下 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这罚头 这房子到底有没有您两位的份 对 是不是意思 那我在这问题上我多问一句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权力确定好 说不让他以后涉及到这个房子的任何分割 包括拆迁不拆迁都没他其他的权力 只是在您这挂户口 这咱可以商量吗 签字 就给签字 你能签就行 我现在就要让他签字 把这个相关权力说清楚 有没有可能 别别别别再再反复 我先把这个交流 对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是吧 老二你我想问你的 是不是你同意不同意 是你会不会配合 因为房本在里面 我应该不会配合 可以配合 也是在确定这个相关权力的基础上 对不对 没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 他都在签字 没得一分年 另外另外刚才咱说了两个了啊 第三个有没有关于您二位 在赡养上对他提的要求 他不不留 我说我也不接钱 那一月过二百元 江家父母的诉求很简单 首先是要把自己房子的权限 与大儿子讲清楚 其次就是要求大儿子 每月看望父母 并且给父母200元赡养费 主要目的不是要钱 主要目的是见见儿子 想儿子色对吧 就他就不理我们 我们的朋友 朋友我们俩都不打了 你刚才看我们 你怎么说啊 刚才那不理我们 你愿意看我们 就不理我们 想人再想 显然这两百元赡养费 并不是父母真正的需要 而只是为了让大儿子 前来看望的一个借口 而江家小儿子的表态 自己可以同意大嫂落户 但前提是大哥不再要求父母名下的房产份额 您和父母已经达成合议了 现在母亲的这套房子已经归您了未来 是这意思吗 是只要拆迁所有利益都归你 是吗 对对对 这是我哥他也知道 江家小儿子告诉我们 他其实与父母已经达成了协议 母亲名下的房产将归属自己 对此大哥也知情 而通过与江家父母的深入交谈 我们也得知 在大儿子与父母断绝来往的这几年 是孙女经常来探望 才令两位老人的内心感到了一丝温暖 孙女比他爸爸强 比他强一百人 刚才老爷子说到那个长孙是受宠 等于是大儿子受爷爷奶奶的宠爱 那您两位对于这两个儿子 有没有偏和像呢 没有 这一碗断 断平 还怎么偏 提及孙女 江家父母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与大儿子冷战期间 是孙女用实际行动 温暖了两位老人 而大儿子在现场情绪一直比较激动 对此心理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你一上来一说 就说你觉得我比弟弟更能够跟人沟通 所以家里让我去跟人说说房子的事 你也知道 一家人就是这样 可能是这个孩子身体不好 可能他就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顾 对吧 可能你比较强壮 可能他就会 因为他心思 他那个精力有限 所以你又说自己是个懂事的人 你刚才也说 这个大概能理解了吧 因为十个手指头不一样齐 那可能更多的去观照那个比较弱的那个 所有的父母都这样 是 不是就你父母 是 是 我知道 但我没有抱怨我 我真的要抱怨 那就证明你真是个懂事的大哥 对于心理专家的劝导 大儿子表示了认可 情绪也渐渐缓和了下来 调解至此 我们也发现 其实江家的很多矛盾 都是因为沟通不当所致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我给你翻译翻译 父亲当时这么说 搁着谁听都挺难听的 就很伤心 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说 你可以心里这么想 你别说出来啊 但是 什么样的人会说出来 什么样的人会不说出来 因为你的父亲 可能他 他的情伤啊 他受教育的程度啊 他不知道这个话说出来 会不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就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你说这能怪谁呢 你父亲那辈儿的人 又有多少去懂得这个道理呢 他们可能就心里怎么想的 嘴上就怎么说了 但是他没有去觉得 这句话能让你这么不开心 为了更好地解决江家的问题 我们将江家父母 以及小儿子 再次请回现场 一家人坐在一起后 紧张的局面 能否有所改变呢 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只想你来看看我 下集 父亲老母亲刚才也听到了 跟大儿子和儿媳妇这个对话 是吧 我们应该是从 他们双方的这个了解当中 反正我个人感觉也是 基本上还原了 你们家这个 过去的这个事实 有一句话 其实刚才我 因为大儿子其实一直挺激动 我没有去追问他 但是我记住了 就是说当年 很早的时候啊 父亲曾经说过 以前那个老房子 爷爷那老房子 你们已经不在那儿住了 虽然可能会有一定的利益 但是你们老两口啊 包括小弟 也没有那个能力去争去奔 就跟他说了 你去弄吧 能弄多少弄不来 就是就是你的了 有这么一句话 对 当年可能这个事确实很麻烦 你家人没有打官司 又得打官司 又得跟两个弟弟们 争来争去 挺复杂是吧 可能也需要点文化素质去做 大儿子就是去冲锋了 去宪镇了 把这个事去办 去做 我觉得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情啊 就是 咱们家如今这个生活现状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源自于那一块的 爷爷那个东西 留下来以后 有了钱 买了房 又拆迁怎么样的 他的源头 应该还是从那个老房子过来 嗯 对吧 大多数的这个利益 你看 您现在住的两居室 他住那三居室 你要往前追溯 都是那来的 对吧 虽然说那是老 您父亲的 是老家的 但是这个努力 这个出力过程 是不是人大儿子 也出了挺多力啊 您 两位在这个时候 能不能给大儿子 就这个事情 咱们后面都不说了 当初您两位 是不是认为 老家这房子 是不是也没太多希望了 我们也不懂法律 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真的 他起码给蒸回来了50多万 都一家人了 一家人了 坐在一起后 一家人的情绪明显缓和下来 对于之前的种种矛盾和不满 嘉宾也希望大家能够悉数放下 接下来 要积极想办法解决眼下的问题 而大儿媳的户口就是一个难题 咱们说回这个户口好吗 户口这事啊 刚才儿媳妇也说了 也包括那个儿子也说了 其实挺紧迫的 他年纪也大了 需要看病 需要怎么样 能省不省钱 这种事 是 就是杀户 杀户 而且他们也没想去 就这个房子 去想要更多利益 只是说按货头分 他们就放下 没什么处理 马上问 问 问上户 来 他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 愿意把这个拆迁所有利益 都给你们去占 他可以签这个东西 签署这个东西 白纸黑的写上 放弃所有的拆迁利益 对 但如果说户头有东西的话 那就也给他吧 也不多我认为 对 肯定也不会太多 听我说说对不对 因为我不占了你们任何一方 只是去理解 试图理解你们之间的争议在哪 说这个老两位呢 把这房子已经许给老二了 不管老大你高兴不高兴 他们俩跟他认了 说许给老二了 那以希望以后这房子归老 从老二的角度来讲呢 如果说挂起一个户口 他会有一种担心 说以后谁是产权人 谁就是被拆迁人 那么肯定所有的拆迁利益 先要打到老二那儿 假设那时候你是产权人 如果他这个时候在主张 说这个里头 这个户口对应的有拆迁利益 就可能会给你打官司 具体 我觉得咱们开个会吧 给你家出方案 刚才也跟你们二位说了 我们给你家出那个 出协议书 肯定是很很完整的 对 让你们放心的 好吧我们去出个东西 江家面临的问题 在厂上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但为了给双方更好的保障 不留后患 调解嘉宾决定 帮他们制定一个更清晰明确的方案 他的户口进去以后 如果说签了签 他能再去做任务吗 这个协议能约束呢 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这个咱得看 如果假设存在拆迁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相关的拆迁规则 拆迁规则呢 它是一个私产方 那么严格来讲 一定是谁的产权人 比如说老头老太不过负 那老头老太是被拆迁人 经过调解嘉宾的反复商讨 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那就是 关于江家大嫂的户口 可以落进母亲名下的房屋内 但大哥大嫂必须承诺 放弃这套房产的一切利益 在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上 江家父母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 这一点也需要落实在协议上 所以从我们给的建议的方案 就是说 你们作为老家 以前所有的家里的纠纷全放下了 咱们重新翻篇了 重结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情意 你们配合老大 把他媳妇搬进北京 该看病该养老 人家就都 得了计了 然后这边呢 让他们 该怎么履行法律上的赡养义务 待会儿 待会儿节目里头 我会再给他们讲一下 然后呢 让他们也放弃掉 所有的户口签进来 有可能带来的其他权益 等于咱就是配合他进行点经 没意见 没意见 那那个 其他的这个利益是 就是拆迁的 就不再让他涉及了 是吗 是吗 不参加 参加不任何不参加 就不让他参加任何拆迁的分配 是吧 行 我简单说您好听啊 经过我们刚才开会啊 我们大家研究了一下 大家意见呢 也最后就是一致的啊 我们这几个嘉宾 你们家这个事呢 应该说啊 首先一颗为贵啊 您办互讽那个问题 争取还是应该得到结局 父母刚才台上也表达同意了 是不是 这个事最后能落在什么样上 这是第一个啊 您的户口签进去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们所顾虑的 包括父母啊 包括你兄弟啊 是吧 包括提起 顾虑的问题签进去之后 会不会让我们这个拆迁这个事啊 他忍顾虑 对了 没在话 咱们应该理解 理解吧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理解一下 既然理解 那这个事啊 不妨也给他签下 不妨 没问题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 江家一家人最终能否认同嘉宾们提出的方案 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是之 只想你来看看我 下集 好的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 也进行了双方的调解 就是虽然事情听起来并不大 就是一个户口的这个落户问题 但是因为 刚才我们观众影院也能看见 长期以来的这个家庭的一些情感纠葛 彼此双方 都有一些互相不理解的地方 我们嘉宾老师也费了挺多努力 给双方进行一些疏导和调解 当然这么多年的一些恩恩怨怨 和一些心理的一些积怨 无法瞬间化解 但为了我们目前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就是说户口确实挺重要的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后续的一些福利保障啊 一些什么的 其实对于大嫂的这个生活是挺挺需要的 所以后来我们也委派我们嘉宾老师单独去劝了很多 我们最后的方向和方案 那就你给我们讲述一下吧 吵的挺厉害啊 互相吵还跟我们吵 其实最后呢 说白了 几位是幸福的烦恼 房子推多了 有点分不过来了 恩恩怨怨来来往往 其实父母和子女之间 丈夫和妻子之间 谁跟谁能算得清啊 所以呢 刚才做了一番工作啊 挺好 这个有很多东西咱们能弥合了 最后呢 形成这么几条共同的意见 第一来讲 过去的往事恩怨 财务上的这些纠纷 咱们都放下 不再提起其他的要求了 第二来讲呢 这个父亲母亲这一块 协助老大和大嫂 把户口赶紧办到北京来 她身体不好 需要看病 只有户口进来 医疗保险 半年以后才能起校 15年以上养老保险 她才能在北京 以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要体谅您大儿子的这个 对妻子的这一份爱意 这个呢 父母也认可了 同时呢这个 老大和大嫂也承诺 不因为这个户口签进来 就因此 对这个房产 提出任何的 从所有权 或者未来拆迁利益上的要求 放弃这些要求 然后同时呢 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欣喜的地方 就是 老大和这个 大嫂 我心里也清楚 不换贫 而换不捐 这个家里啊 房子太多 拆迁太多 利益太大 可能在儿子 走 咱们回家说去 听到这个家字 我就踏实了 从法律角度 以他们 他们刚才也肯定了你 我希望 安律是从 法律的角度说 你有责任和义务 去孝敬老人 但是我觉得 从情感上 我相信你会做得到 因为我能看出来 你为这个家 一直在奉献 一直在照顾着弟弟 就即使好多父母 对弟弟很多的照顾 忽略了你 你也认下来 我相信你以后 我不用法律去要求你 但我相信 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就像你自己说的 你是个懂事的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真的应该感恩父母 为什么呢 你看看给你们成了家 给你们有了房 给你们安顿下来 还照顾着你们的 下一代的孩子 这些父母 如果他们现在 什么都给不了你们 你们是不是也得养啊 他们现在身体也不好 也没给你们房子 也没帮你们成家 什么都没给你们 你们该养也得养啊 但他们努力的 在给你们创造更好的生活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是懂得感恩的 好吧 我说句话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不客气 谢谢你们 大哥刚开始从情绪 特别的激动 到后来 他情绪趋于平缓 情绪稳定 完全是因为 他的这种付出被看到以后 就是他的父母肯定了他 在最初的这个房子的 争取上做出的贡献 还有我们看到 他 他 当他的父母说 确实是在这个 照顾弟弟上 给了更多的关照 而忽略了他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付出 被看到的时候 他就不那么难过了 他也不那么委屈了 就是我们人很容易 被自己的情绪影响 当我们的付出 被看到的时候 那我们就更容易 在所有的关系当中 就愿意去作为 如果我们的付出没有被看到 就会有抱怨的情绪 所以我特别建议 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跟你的家人 和很多的人 很多的朋友 互动的时候 如果你能更多的 肯定别人的付出 更多的愿意说出赞美 肯定的话的时候 愿意去接纳别人的时候 也是你跟别人关系 能够有一个很和谐的 关系的时候 在调解结束后 江家人共同签订了 人民调解协议书 多年的矛盾终于解决 一家人又可以和睦地相处 我们也衷心希望 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 可以更加舒心 因为家和才能万事兴